我們會由2017年開始 為什麼由2017年開始呢? 2017年是整個DSE在聆聽卷上的一個轉捩點 再前一點的年份 其實那個考法 雖然從來沒有做一個改制或者課程的統整 好像幾年前就說統整這個通識科和中文科 其實英文科從來都沒有的 不過在每隔幾年 其實整個sillabus 整個考那個課程 和考那個考法其實都有一點點的演變 而2017年開始 那個Paper 3的part B 其實那個考法其實比起以往又不同了 所以我們就由2017年開始 好了 介紹就講完了 我們真的開始來做事了 好 我們開始去聽這個聆聽之前 我就會講解一下 對不起 我就會講解一下聆聽卷 我相信這裡有很多很多同學 其實夜校是來自五湖四海的 有些可能你真的沒聽過什麼是DSE 我現在一來就給你一份卷 可能你都掃手不及的 我們簡單都解釋一下 其實靈聽在DSE是考什麼 好了 現在你看到這一份 就叫做part B 有part B就自然有part A part A我們叫做一個靈聽的部分 總共你有四個task 總共你有四個task 四個task 其實每個task大概就13至15分左右 每個task 每年都不同 每年都不同 其實你手上都有一份2017年的part A 我就不掀來掀去 你可以拿出來很快掀一下 你就會見到和現在畫面上的卷 設計是完全不同的 那part A我們遲些再講 part A我們遲些再講 因為今天我想教的部分多些 我想教的部分多些 所以就要做了part B先 做了part B先 好 那part A完全是聽的 完全是聽的 考的大部分的能力 都是在說寸字能力 你聽到的字 很多同學其實都聽到 但是未必能串得到 好了 跟著做完part A之後 它就會跳到來part B part B你可以選擇做一個part B1 或者part B2 這個我想就算未考過DSE的同學 你應該都會聽過 英文卷有分卷1 sorry 有分B1和B2 B1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一份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一份 到時做卷你不會做錯的 封面上面就是大大隻字寫著B1還是B2 到時去到考試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會全部卷都給你的 你不需要舉手告訴我 阿sir我想要做B1還是B2 全部卷我們都給你的 你只需要選一個部分來做 我選擇做B1就是B1 選擇做B2就是B2 B1我們叫做一個淺一點的版本 B2就是一個深的版本 為何會這麼笨的 為何會給你一些淺一點的東西 因為分數是沒有這麼高的 如果你選擇做B1的話 相信這個大家都經常聽的 最高分你拿完滿分 你都只是拿著level4 你都只是拿著level4 你做B2的話 才有機會拿一個叫做full grade 全層的意思就是由level1 可以去到五星星的 好了 那你說同學經常都會問的 尤其是野校 我是求了3而已 是吧 我看著那個3做人而已 學校說要332A 英文一向都不是我強項 我都是希望拿個3 那我應該做什麼 其實我一定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在標準一個座二望三 又或者你求一個合格 其實我都不是想大學的 我是在想high deep 或者是亞蘇 就是我在想五條二的 其實你都一定是在做部分B1的 你都一定是在做部分B1的 很多人聽了很多不同的分析 就覺得 整天有一句的 就是B1會被人打折頭 OK B1會被人扣分 是好洩的 OK 這個折頭其實會是折得挺多的 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些就說打7折 有些說打8折 可以告訴你 其實絕對不只打7折 絕對不只打7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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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扣減的分數會越多 遲些 今天我沒有準備那個表 下一堂我給大家一個對照表 其實在考評局那個計分方法 不是一個硬的一個折頭 不是一個打7折、打6折、打8折 其實是每一個分數 你拿這個分對應另外一個什麼分 其實每一格它都不同的 所以這個我下一堂show給大家看 OK 不過你又要這樣想 其實我們看了這麼多年的DSE 做part B2的同學 做part B2的同學 經常性都是做不完最後那個task的 最後那個任務的 如果你三個文章 你要寫三個文章 而有一篇其實你是寫不到的 你是寫不完的 寫不完就是沒有分 你三個十八分 這裡三個task每個十八分 平均都是這樣 你沒有了一個 就是你剩下兩個 其實跟你做B1有什麼分別呢? 你是自動投降了一個task給人 所以很大部分的同學 其實做B2 其實根本我都只做到兩個task 這樣的話其實你不是等於 你不是完全等於被人自我扣了分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考慮一下 這個絕對去到考試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逼到你的 可能你最後都覺得我怎樣都是做B2的 我目標是拿個三彈 我怎樣都是做B2 這個沒有人會阻止到你的 好了 其實part B是做什麼的呢? 大家可以簡單看一下答題子 先答題子 現在大家看到的畫面上 這個是B1的答題子 這個是B1的答題子 你看到就是和一般的聆聽卷 好像很不同 我做開的聆聽卷 好像是做填充 填一些圖表 數一下二、三、四 以前初中或者做開的聆聽都是這樣 但是這一部分呢 其實你會看到是要寫東西的 B1是淺一點的了 兩個文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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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就有一個填圖表式 一個填圖表式 所以呢 剛才講到就是 B1你會做得完的 就是因為你不用寫三篇文 你可以看一下B2那個 B2那個呢 是三篇都是單行紙來的 三篇都是單行紙來的 那就是說你大概要寫多少字呢 其實呢 每一個項目呢 它都給了一個簡單的字數給你的 會告訴你你 你描寫多少個字的 OK 你描寫多少個字 OK 那 但是 通常學生都會寫多的 OK 他說寫8、2字 可能你會寫到8、5 甚至乎是200 那我當你平均 每個項目都是寫200字 那三個項目的話 其實你大概都會寫到600字 那你有多久時間做這個部分B 你有多久時間做這個部分B 你有的時間是一個小時15分鐘 OK 所以其實很多老師就會鼓勵大家做B2 那他的想法就是這個時間很公平 大家都是做75分鐘 所以B2就值得你做了 但是我又不是這樣看的 OK 所以剛才已經解釋了 就是為什麼我鼓勵你做B1 OK 好 那整個部分B 簡單我們就講了一個框框了 好了 那接下來就是怎麼做 OK 你看到這份東西 其實就是要怎樣 OK 那這裡又有些東西要填 然後又要作文 OK 其實你只看一個答題子 你完全是摸不著頭腦的 你只知道你要寫一個什麼文體的文章 然後可能是電郵 電郵給誰 電郵給誰 那就完結了 那是不是代表 我就自己作篇文出來 OK 然後還有一個項目 寫完電郵 要寫一封信 OK 那你放心 你放心 現在近這四年 都不會再見到文章這個字的了 OK 再打後都不會再有文章這個字的了 你可以放心 OK 文章給這個這樣的人 OK 又是寫一百二十字 我真是鬼知寫什麼什麼 OK 你要記住 這個是我們今天 剛才講了很多框框上的東西 OK 現在我們開始講實戰了 OK 真是怎樣做這一份卷 OK 真是怎樣做這一份卷 請你記住 這份不是Writing Writing卷是Paper 2 OK Writing卷是Paper 2 OK Writing卷是製造的 OK 他給你一條題目 然後你寫四八字 這個叫Writing卷 現在這個Paper 3 OK 的Part B 我們叫做一個 Integrated Skills OK 以往中文都有的 叫綜合能力 OK 但是因為中文改了制之後 變成兩卷 作文卷和綜合能力 就合併了 OK 但是英文仍然原用四卷 聽說讀寫 聽這一部分 除了聽之外 我們還需要一個 所謂的綜合能力 OK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 所以這個 並不是去創造的 這個你是去Copy的 OK 你是去抄的 其實那個原理是什麼呢 其實那個原理 它想考你什麼呢 它想考你的 如果有同學已經在讀大專 的話 我們有的 每年都有一些大專生 甚至大學生 是走回來讀夜校的 OK 如果你已經是一個大專生 其實你就會明白的 你去寫一篇課 可能教授叫你寫二三千字 OK 其實那二三千字 當中可能有三分一 甚至乎更多 你都是在找一些證據 是由其他不同的一些書 或者是一些文獻 你去抄一些證據出來 其實DSE考這一部分 某程度上就是 你去到大專做這個所謂 Research 這個研究的這個部分 它做了一個縮小版 OK 它做了一個縮小版 那就是考你去找資料的能力 OK 所以在這個部分 為什麼叫綜合呢 就是因為 你有一些部分你是要聽的 聆聽 然後你又有一些部分 你是要看的 OK 去看 而最後你就是要寫出來 所以四個技術 聽說讀寫 除了說 這裡考不到 聽讀寫 其實它都在考你了 所以就是綜合能力了 而它考得你最多的 其實就是你找資料的那個能力 你怎麼能夠在一大堆 有用加上沒有用 又有很多廢話 一大堆這樣的資料裡面 你去找一些我需要的東西 OK 今天很多口水 講很多東西 都是希望大家去明白 怎樣做這個 PART Speed 其實英文藥的同學 英文藥的同學 你要在PAPER 3 你希望自己拿到個2 甚至乎拿到個3 其實這一部分呢 是比PART A的 OK 這一部分是比PART A的 我自己 日後呢 我教的都不是一個 都不是說一些很BANDING 很高的學校 那大部分同學呢 都是坐二望三 那個心態 OK 所以其實這一部分呢 他們是做得好過PART A的 因為PART A考很多 真是所謂你的英文基本功 就是你真是懂不懂得串字 OK 而很多同學就是告訴我 我真是不懂得串字 OK 如果你真是 你問心自己 自己回答自己 我真是不懂得串字 很多字呢 很簡單 可能月份 星期啊 那些 我都沒有串得到 OK 這樣的話呢 其實你就要靠PART B 去幫你搶回一些分 其實你就要靠PART B 去幫你搶回一些分 OK 最後一個資料 我忘記了說的 A和B都是各佔50%的 OK A和B都是各佔50%的 那 而那個所謂扣分呢 OK 就是你做B1會被人降分呢 是說的是 就是B這個分數會被人降的 A的分數呢 是不會被人降分的 OK 不會被人降分的 那這個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好了 那來到考試模式了 這一課呢 基本上呢 我們就不做些什麼 花考東西的了 沒有什麼糞便 那堂堂都是考試模式的了 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 怎樣考才行的 其實今天呢 我在日校的時候呢 都上了一堂類似的一些補課班 那我都跟他們說一件事情 就是英文卷呢 其實為什麼這麼難呢 因為它不是僅止在考你英文 它在考你好幾個技術 尤其是這一份卷 這一份卷 最重要的是時間管理 和你的邏輯思維 OK 和你的邏輯思維 你要高度集中 OK 你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OK 很清楚自己在找什麼 OK 而且呢 你的時間管理 你的時間掌控呢 要非常之好 OK 所以呢 我們所有事情都是要計過度過 所有事情都不要浪費時間的 OK 包括呢 就是這個部分 你現在看到的situation OK B1呢 又或者B2都 總之Part B呢 每一年呢 它都會給一個situation給大家的 OK 這個也是Part B的一個特色 OK 它會給一個處境給大家 OK 會給一個處境給大家 那麼 近這幾年呢 其實都不是幾年了 你看這個是2017年 都整個七年前 OK 那這六七年的考法呢 其實呢 它都是一個 它都不再是一個學生 OK 這個處境呢 都講的是 你在哪間公司 或者在什麼機構 那裏做事的 OK 現在呢 基本上那個situation都是這樣的了 OK 然後呢 以往呢 我想你 如果考過會考 或者你做過再之前那些 經常都是Chris Wong的 是不是 那現在不是的了 現在呢 它很多奇怪的名字 OK 那你叫什麼 其實你在哪裏做事 這一段事呢 這一段事呢 其實呢 它是會讀給你聽的 OK 它是會讀給你聽的 那你要不要聽呢 究竟 你當然不要 剛剛才說 time management 爭取時間 OK 其實整個situation呢 你需要知道的呢 基本只有兩樣東西而已 拆一拆些 無謂東西 OK 整個situation 基本上你要明白 你要知道的 其實只有兩樣東西而已 就是你自己的名字 OK 和你的公司 OK 你的公司 是做什麼的 那基本呢 其實你已經明白了 基本你已經明白了 那已經夠了 後面這個部分呢 其實不重要的 尤其是這三段 OK 尤其是這三段 這三段呢 十幾年來都是這樣播的了 就是你有五分鐘的時間 看一下你的問 看一下你的question answer book 就是你的答題簿 跟著你的data file 就是你現在看著這一份東西 記住呢 就是你在page3那裡 待會你要聽一段錄音 跟著你要記下這些重點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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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十年如一日都是這三段的了 其實你不用看的 OK 所以呢 如果你skip了這一個部分 其實再加上這五分鐘 其實你應該有大概六分鐘 去準備這個writing task 去準備這個paper3的part b 那你要準備些什麼呢 OK 你要準備些什麼呢 我們去看一下 先看一下這個目錄 先看一下這個目錄 這裡有一個部分就是聆聽 然後你會見到 由第四頁開始 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些閱讀資料 有些email 有一些圖畫 有些whatsapp message 這個是近年 其實基本 它給你的資料 近乎一定會有一個叫whatsapp message 近乎一定有whatsapp message OK 這樣的 也都一定有圖畫提的 一定有圖畫的 這個我們逐步逐步逐拍 其實今天講不完是不要緊的 其實今天第一課而已 OK 沒有理由一課呢 就教了你所有東西的 放心 OK 那我們去看最重要的那一版 那六分鐘 你要記住 這六分鐘呢 是未開始正式計算 那一個小時十五分鐘 就是你不用寫東西 你要記住 去考這一部分的卷的時候 其實當它在讀這些situation you are 你不是馬上要寫東西 你不是馬上要 趕時間 趕時間 要寫三篇文 要寫兩篇文 我們馬上去寫東西 不是這樣的 我們要看清楚自己要寫什麼 OK 而最重要的那一版 我就叫它做第四版 叫做instructions OK 這版就是最最最重要的那版 instructions OK 因為剛才我們都看過答題子 其實你單單靠答題子 它只是告訴你 就是你寫個電郵給誰 或者接著第七個項目 就是你寫封信給誰 其實你完全不知道要寫什麼 在哪裡讓你知道你要寫什麼呢 其實永遠大家首先都是要看這個第四版 OK 好了 即是說音樂開始了 大家做過listening就知道了 考蘋果最喜歡播六奏子 好了 音樂開始數五分鐘了 好了 這五分鐘我要做什麼 我就是要看這三段東西 B1其實為什麼是淺一點呢 除了你要寫的東西是短一點 跟著別人寫三篇文你寫兩篇 再答一個那些問答題 OK 另外其實淺一點的就是這一版那個的指示 OK 你會見到這一版的指示是很清晰的 有所有信號給你的 OK first second final OK 很清晰 既然first 這裡第一個task叫什麼 這裡第一個task叫什麼 task5 OK 不知道什麼鬼 其實呢 其實呢 到時考試你不懂這些字呢 不要緊 你對回那個字 OK 你不肯定它是不是真的task5 你不肯定它是不是真的task5 不要緊 你找不找得回這個字 找得回 OK 那對單詞而已 明白嗎 OK 這一部分呢 不牽涉任何理解 我只是想你對到那些字 對到那些字 你找到那一段 OK 那這個就叫task5 那跟著 考這個試呢 請你準備三種不同的顏色的筆 OK 螢光筆也好 原子筆也好 什麼筆也好 那就是三種不同的顏色的 OK 每一個task呢 用不同的顏色去代表 因為呢 你做完一個task之後呢 那你有幾個版呢 你就畫花了 然後呢 你又再做第二個task 那又又畫花了 那你做到最後的時候呢 整個data file都花了 OK 那究竟哪個task打哪個task呢 那你就不記得了 OK 那所以呢 最好呢 不如我用三種顏色 OK 我用三種顏色去提自己 OK 這個就是task5 6 7 OK 一樣的 你一樣可以在 你不信自己的話呢 又或者很多學生都覺得 就是沒有那麼錢的 他會不會撈亂的 那你又是對一些單詞 OK 你對一個詞不夠的 就對多一點點 Winners of the Jay Island Home OK Task6 OK E-mail to winners of the Jay Island Home 然後這些我們都不用再對了 你對到這幾個字一模一樣了 OK E-mail 做這個 E-mail to 這幫小朋友 OK 是不是一樣的 是喔 最後 Write a letter OK to reply to the Jay Island Residents Concerns Group OK 那是不是又是 Task7 所說的 OK OK 對 對了 Letter to this concern group OK 好了 那就對了 OK 那就對了 那就是說 我們是正確的位置 OK 好了 其實問答題 就是Task5 那你就沒有那麼多東西需要看的 OK 這裡可能已經給你答案了 OK 就是這一段東西可能已經提供一些答案給你的 OK 那我們先不看這個 OK 我們先不看這個 OK 我們看看怎樣去作文 和怎樣去找一些相關的資料呢 OK 看一看Task6 OK 看一看Task6 他說了 去到這個部分呢 有件事要留意 就是那五分鐘呢 其實你說我花那麼多時間我去看這三段東西 OK 我就不夠時間看後面那些 其實我一直在說的是 未開始的那五分鐘、六分鐘 OK 就是還在聽那六咒子的那些音樂 OK 那個Green Sleeve的那些音樂 OK 在播放那些音樂的時候 那五至六分鐘 OK 我們不是在說真的你聽完了這個部分 你聽完了這個note taking 然後老師計算你呢 就是七十五分鐘的寫作時間 OK 所以這五分鐘其實是賺回來的 OK 你賺回來的 你賺特了 OK 剛才教你了 就是你不止五分鐘 OK 你可以有六分鐘 OK 好了 所以你真的可以用這六分鐘 其實你就是看這三段 OK 你就是看這三段 其實不要緊 這個絕對不浪費時間 OK 因為你看一看你就明白了 其實這裡是教你怎麼做的 B1是非常之好的 OK 它就說 我們現在找了一些優勝出者 OK 是這個competition OK 有些東西你可以不用明白 總之我知道這個是competition OK 我明白choose這個字 就是選了winners 整個字 你懂這三個字 其實你解釋得了 OK 中間這些東西 其實待會對回同樣的字 你已經知道是哪一個部分 OK Write them an email telling them they won't OK 這個似乎就是我要寫的第一句 是吧 恭喜你贏了 OK 恭喜你贏了 這個我懂 Include些什麼 Include in the email The dates Where And when They will be picked up OK 這些我是不是要找資料 OK 這些我是不是要找資料 我就是 待會需要找出來的東西 OK Tell them briefly the schedule for the day OK The schedule for the day OK 那天會做些什麼 When they will be dropped When 又是什麼時候 Drop off 就是什麼時候會送他們回去呢 好了 這個是教你篇文章要寫什麼 這一版其實每一段都分開了兩個部分 OK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它教你要寫什麼 OK 就是我們剛才看這裡 OK 剛剛看這裡 第二樣東西就是 用個 用個 螢光筆 OK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 它會告訴你 你要在哪一個位置 去找相關的資料 OK 在哪一個位置去找相關的資料 OK 這個呢 通常就在那一段呢 最後的部分的那兩三句呢 它就會告訴你 那你見到的字眼呢 不同的 那些指示詞不同的 Write them Include Tell them OK 這些呢 就是告訴你 你要寫什麼的 對不對 懂這幾個字 寫什麼給它 包括什麼 OK 不懂的字 可以寫下這個意思 包括什麼 告訴他們聽什麼 這些是指示詞 OK 而這一個呢 就是叫你 這份東西這麼多版 整十版 OK 那這個TASIC 你要去哪裏 你看到B1 是否好人到什麼地步呢 好人到 告訴你 找哪一版 OK You can refer to our WhatsApp messages I forward you my email exchange with the bus operator as well OK 這裏是兩樣東西 OK 這裏是兩樣東西 那你怎知道 是哪頁打哪頁 記不記得 剛才有個目錄的 OK 又是那句 在這一個位 其實 我是要你對單詞的 OK 我是要你對單詞的 在這裏 我已經找到WhatsApp message 這個是TASIC OK 這個是TASIC 然後我唯一找不到的 就是它那個什麼Bus Operator OK Email Exchange Email Exchange Email Exchange 因爲這裏有幾個Email 是吧 這裏有幾個Email 但這個Email 第九這個似乎就不關TASIC 似乎就應該是TASIC 7 是吧 因爲我認得這幾個字 是吧 有沒有發現到呢 其實我們講了差不多一小時 OK 其實我是沒有解過一些很關鍵的字 給你聽的 OK 就是這個TASIC 究竟這份卷 究竟那個背景是什麼 這些是什麼字 其實我是沒有解過的 但是你是不是明白了 其實整個TASIC 你要寫什麼呢 OK 你明白了 其實這個就是 無論你做reading 還是你做listening 其實你都要去習慣的一件事 尤其是你說我只是一個坐而望三 求合格的一個考生 其實有很多字我都半統帥的 其實有很多字我都真是 你叫我解這段東西 好似阿sir你剛才這樣說 我真的讀那幾個字 我真的讀這幾個字 我真的讀這幾個字 我解到呢 我就是解到那幾個字 什麼什麼鬼J 我不知道什麼來的 那些 那些 其實 你要記住的就是 其實你不用每個字都解完 你才懂得怎麼回答的 你現在就要學會 就是怎樣去看 它教你的部分 和它怎樣去告訴你 你要看什麼的部分 OK 那你說我找到這個 我知道這個在第幾版 剛才目錄那裡我找到了 但是這個我找不到 其實你便很快地看在下面 剛才我們還有看到兩個email 就是在第五版 和在第八版的位置 我們便很快去看看第五版 和第八版 第五版似乎不是一個交易 剛才它說到是一個email交易 其實就是有來有往的 即不是第五版 第五版都沒有什麼有來有往的 OK 好了 這個是一個WhatsApp message 這個我可以在旁邊寫著TASK6 OK 好了 跟著看第八版 OK 喔 The Bus OK The Bus 這樣便知道 這個就是TASK6 Bus 對嗎 OK 還有這個字 Bus Operator 是嗎 OK 喔 又找到了 好 這樣我們就已經 基本上找了 就是 它給我們的提示 OK 它給我們的提示 OK 好了 做B1的話 回到第四版 做B1的話 其實它都挺好人的 好人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說我是不是真的只看這兩版 我就已經可以去做完了這個email OK 很多時候答案都是yes的 OK 很多時候答案都是yes的 OK 不過 衛免 OK 記住 衛免你錯誤了一些的項目 其實最好最好 OK 當你寫完了 OK 當你寫完 當你間了些東西 你找了些東西之後 其實都在其他的項目 都很快地去 去拿一拿去看一看 OK 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的遺漏 OK 有沒有一些的遺漏 OK 這個呢 我們等一下 或者下一課我們講到 怎樣數Point 就再教你這個 OK 好了 很快 用同樣的道理 OK 這次呢 我不做了 OK 不要用紅色筆 給大家幾分鐘的時間 OK 這裡也不用幾分鐘 給大家一兩分鐘的時間 OK 看看這幾句話 你要做的第二篇文 就要寫一封信給這個 這樣的concern group OK 好了 做回同樣的事情 好像剛才tastic所做的 就是請你降低 他告訴你 你要做些什麼 OK 然後呢 你去哪裏呢 可以去找到相關的資料 就要去哪裏呢 你去哪裏呢 就要看 就要看 這次是 很快,一分钟的时间过得很快 最后的部分,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定律了 我待会要讲的这两年其实在B2都打破了这个定律 可能你在其他老师都听过这一件事 就是三个Task里面,我们还有一版是未听的 这个第三版,这个是Page3 我们稍后是要听的 这个也不是一个秘密 但是过往很多年,其实三个Task里面 尤其是B1,只有两个Task 你是要用到Listening 就是在Page3,其实只有两个Task 它是用了一些方式去告诉你 它是用了一些方式去告诉你 哪个Task是要用到第三版 给10秒你看看你找不找到那句 刚才你看完第七版 我想你都应该找到类似的 好了,就是这个 I talked about this on the radio I talked about this on the radio And how about this I talked about this on the radio So you could have a listen to that 看不见到这些字 看不见到这些字 这些呢,其实是不是就是告诉你 我有说到这个 我有说到这个 听一下它 有没有留意呢 其实刚才我们看Task 6 是没有这一句 Task 6给你的提示就是 请你用WhatsApp OK 请你看一下WhatsApp Messages 看看我的email exchange 和Bus Operator 没有这一句呢 就是说 请你去听一下我的Radio Show 这一个Task 6给你做 以往呢 其实呢 三个Task 有一个是不需要用到第三版的 OK 所以为什么我说呢 就是很多同学呢 其实尤其是 都是那句了 就是求合格的同学仔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我都鼓励你呢 就是做好些、拍些 因为呢 有一个Task 其实你是可以拿18分的 OK 这个Task 你是可以拿足分的 OK 因为呢 就算这一版 你真是好像现在这样 清零 OK 这一版你真是 哇我完全听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 OK 你在这个Task 你是可以拿 你是可以拿满分的 OK 你是可以拿满分的 OK 所以呢 这个呢 大家真是要 好好地利用 就是这个这样的 出卷的小策略了 OK 好了 那不过呢 其实这两年呢 OK 就是二三年 和二四年 过去这两年的DSE 是Part B2 其实打破了这个惯例的了 OK 打破了这个惯例的了 那就三个Task 就是呢 都有东西呢 是在第三版那里呢 就是要拿下来的 OK 所以 是不是一个定律呢 以往是的 OK 如果你做一些 好像我们现在做一些17年 17、18、19、20 这些年份的一些Path paper 你会发现就是 是的 三个Task 有两个要听 有一个不用听 OK B1、B2都是这样的 但是近这两年就不是了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这件事了 OK 好了 那跟着呢 填Questions那部分呢 其实就 不需要太过仔细的 OK 基本上呢 你看回答题子呢 OK 其实呢 都已经是有很清晰的一些指示给你的了 OK 你看回这个Task OK 那你已经知道呢 就是 关于这个Jay Islands OK 有些什么 那你看个答案 它都答给你了 就是它都在那里了 那这个明显是有多大 OK 这个呢 就不知道啊 应该可能是有多少人吧 OK 6千没有单位 那可能是人 是吧 OK 那跟着呢 这儿呢 这儿呢 都是很清晰的标题 OK 很清晰的标题 那你回答相关的东西呢 那不算很难的 应该 OK 好了 那然后呢 OK 刚才我们讲呢 就讲了很久了 OK 我们呢 由20分左右 就开始讲这个第三版 OK 那说就讲了很久了 OK 但是呢 你要记住在考试的时候呢 OK 刚才我们讲的这里所有的步骤呢 是五分钟 OK 就是播着音乐的五分钟 OK 你就要看完这三段了 OK 你不是讲有十几二十分钟 好像现在这样 十几二十分钟 才是看这三段 那你不会做得完的 OK 那你不会做得完的 是 好了 我们现在讲完了呢 开始个五分钟 OK 开始个五分钟 那然后呢 那你就会听到它叮一声 那跟着就说 啊 the listening will begin now 那跟着呢 就turn to page 3 OK 那然后呢 你就要听了 好了 那这里呢 那为什么我选择这一年呢 呢 都有少少 和这个page有些关系的 OK 那 那就是因为呢 很多同学 漫无目的地去 take notes OK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这一年 其实它就做得挺好呢 就是它将B1 和B2 是完全分开的 OK 它将B1和B2是完全分开的 OK 那 播个listening之前呢 最后讲完这件事 就是 你有考过DSE的同学就知道了 去到考这份卷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是听收音机的 是不是 那无论是B1还是B2 其实这样呢 我都是听这个第三版的 是吧 我都是听这个第三版的 咦 咦 那我怎么样去 就是 就是 它怎么样去设计 是吧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B1、B2都要用 还是怎么样 OK 有的 每一年都有些不同 每一年都有些不同 尤其是近这几年 有些东西 真是B1和B2 是共同去用的 是共同去用的 OK 那这一年呢 我特意用这个做一个start 就是想告诉你 其实 很多时候都是分得很开的 OK 刚才我们看这个第四版 OK 我们看这个第四版 你一直都只见到这个字 是吧 五六七呢 都是关于这个J Island 是吧 都是关于这个J Island OK 好了 那而在这里 你除了见到J Island OK 你还见到这个 是吧 你还见到这个 哎 什么Golden Flower 嘟嘟嘟 这里有Golden Flower Island OK 这样的话 你明白这个道理在哪里 OK 反过来一样的 其实做B2的同学 同样地 有一些东西 其实是不关你的事的 OK 那 其实整个卷的设计 我不会说 因为你做B1 OK 好了 大家现在就听不同的录音 你做B2的话 那你就听另外一个录音 那你就转台 转到香港电台 不知第几台 他不可能做这件事的 OK 不可能是你中途转台的 那有时间被人投诉到死的 OK 所以 大家都是听同一篇的录音的 OK 大家都是听这一段的 OK 好了 但是你要懂得分的就是 现在我讲的这里 OK 你要懂得分的就是 哦 原来有一些 原来有一些 是比B1的 OK 这些是比B1的 OK 我在B1里面 没有见过这个字 OK 完全没有见过 这个是B2 明白吗 OK 好了 另外一件事要留意的就是 等一下我们听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它不是这样 1 2 3 如此类推 它不是这样下去的 OK 每一年都不同的 OK 有时候是顺序的 OK 但是很多时候都不是顺序的 OK 我们会由17年开始做 接着我们会1819一路做下去 那你就明白我说什么了 今天你听到的不是顺序的 OK 今天你听到的不是顺序的 那下一次去到18年 你听到那个又很顺序的 OK 又很顺序的 但是又不像现在这样 B1和B2分得全 OK 它又将东西混合到 混合了 OK 就是这样去玩你的 OK 好了 再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 稍后我们会听到的 OK 就是关于这个JIsland 一些的facts OK 这个是什么岛来的 有什么problems OK 有什么问题出现了 这样 今年Google Classroom 其实它更新了APP 所以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用 所以就变了今天都有一些掉漏了 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今堂剩下不太多時間 我就不花時間再試 簡單地說完它 然後大家可以這個星期供課 你就做了它 剛才在播一個錄音 這個錄音通常都是一個對話 很長的 以往都是八九分鐘的一個對話 它一路會說 它給你的提示 多數它都會說這些字眼 然後這一部分 老實說 很多人說有什麼秘技 有什麼竅門 我覺得都是騙人的 其實這一部分 簡單來說就是鬥墨書 以前你小學的時候 都有墨過那些unseemed dictation 其實這一部分就好像unseemed dictation 總之它通常都會有個主持人 主持人會負責問問題 然後你一聽到一條問題 然後那個受訪者就會去答那條問題 好像剛才我這裡寫的答案一樣 都是主持人會問他 這個Jay Island 是建了多少年 然後那個人就回答 我們只花了四年去結束 然後主持人也問他 多少人現在住在那裡 那個人就會回答六千人 大家可以今個禮拜去試一下 剪完這個note之後 你就會發現有些東西 其實你已經可以做到答案 你會見到就是 剛剛我聽到就是六千人 所以這個b的答案 是不是應該就是 就是講那個how many people 但是要留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部分 我們怎樣可以拿到分呢 最後講完這個 在這個部分我怎樣可以拿到分呢 就是你需要適合文字的 在部分A我純粹要你串字的 文字是有幫助 但是我們去到部分A才再講 但是你不用一定要完整句子的 但是在部分B 我就很強調 或者考試就很強調 就是大家要做到一些 完整適合文字的事情 因為文字是計分的 在這個部分 無論是整篇文字這樣寫 還是好像這裡這樣 只是回答一些問答題 做一些Q&A的方式 其實你也是要注意文字的 所以譬如這裡 how many people 那你就不可以停的 如果你只是講how many people 那你又不會有內容分 你也不會有文字分的 所以你要把它變成為一個 你將它變成一個 你將它變成一個 就是適合文字 適合意思的一個句子 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留意 在這個項目裡面 Four years 我們剛剛都是聽回來的 就是用了多久呢 去起 咦 how long did it take to build how long did it take to build 四年 這兩個都是在聆聽部分 就是page3那裏 其實我們就剛剛 雖然我播不到聲音了 但是待會你再聽回來 就在那裏去聽回來的 但是這個呢 其實就沒有在任何的聆聽的部分 就找到的 它沒有說過八個kilometer square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 所以data file那個玩法就是這樣 有一些所有的 應該這樣說 所有的points其實就打到圓了 你不是找到 找了兩個 然後這個一定都是page3 就不是這樣的 他在不同的部分 其實就會告訴你不同的事情 那譬如呢 那個島有多大呢 其實就好像在這個位置 ok 是不是這裡 那個島有多大 yes ok 這裡 八個kilometer square ok 所以 今天我們做B1 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大家其實要對單詞 ok 就是整份東西 你不停在這裏對的 首先不是講一個英文 一些字的意思 你懂不懂 ok 其實你要做到的 就是你要對到那些單詞 你要對到那些數字 ok 只要你對得對同樣的東西 其實你已經找到答案 ok 其實你已經找到答案 八kilometer square 八kilometer square 那這個就是個total land area 那就是個問題是問什麼 那個問題是問什麼 幾大 how big is the island 是不是 how big is the island 搞定 ok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 我們何謂找答案 然後去寫作一個答案 ok 怎樣去做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好了 除了這個total 還有兩個writing task 都想大家呢 就是試一下 回去這個禮拜 試一下做的 ok 尤其是total six 如果你說我聽那部分 真的很難搞啊 其實真的搞不定 聽那部分 慢慢來 ok 那聆聽呢 是四卷裡面 可以說是最難最難 去進步的一張卷來的 ok 因為他真的好考你的基本功 就是大家以前上開我的課 我教很多很多不同的考試技巧 其實都是 其實很多都是圍繞著reading和writing 其實因為reading和writing 很多東西你背得到 但是這一份卷呢 其實就真的好 好考你的那個所謂基本功 ok 所以這個是最難進步的一份卷 ok 好了 那試一下這個 如果我聆聽部分 真的完全做不到的 這個total 是完全不需要聽的 ok 完全不需要聽的 你要找的東西 我們剛才都已經講完了 ok 好了 那你要怎樣去寫成為一個email 請你要記住 很多時候他都將標題兇了 那這裡要不要寫東西呢 當然要 ok 當然要 但是呢 記住 所有東西呢 在這個部分 在paper3 我要求的 快靚正 ok 所以 他說要一個標題 ok 那這個標題 就是這個 是嗎 ok 標題就是這個 我現在的email給一些winners 極其量 你是不是加過什麼字呢 極其量 如果你英文 勁的 勁的 勁一點點 那是 懂得多一點點的字 那你就加一點點的東西 就行了 arrangements 你知道剛才他在講的這個email 就是他贏了那些人 他請他去玩一天 那一天的行程是怎樣 那你就這樣寫 行程或者安排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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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winners of the viewing day ok 那就搞定了 你寫多一點點的 那你寫完competition的字 ok 然後 記住 逢親書信 上過課的都知道的 我不是很流行 就是給你很多格式 你背的 ok 因為我經常都說這一句 格式其實不值錢的 ok 我們下一課會分析 就是十九分怎麼拿的 ok 你先做了 下一課會教你十九分怎麼拿的 其實格式只是在裡面佔了兩分 ok 格式在裡面只是佔了兩分 那你只不值得因為兩分 你又要背那些什麼sincerely faithfully 接著背完一大輪再串錯字 那些不要搞了 ok 總之你要dear誰 ok 然後你會有一個很簡單的opening 那個opening都給了你的了 是嗎 write them an email telling them they won't ok 告訴他們 恭喜贏了 一句搞定 會怎麼寫 自己想想 ok 然後記住要分段 ok 怎樣拿到格式分 不是因為你懂得寫 your sincerely ok 而是因為你懂得分段 ok 記住這一件事 所以你這裡有幾件事你需要寫 ok 有幾件事你需要寫 那怎樣分段呢 請你自己想想 ok 而最後當然你會有個Ending的 ok Ending你要記住 在Email呢 其實 有兩個呢 是很百搭的 不用再寫sincerely faitfully的了 ok 寫這兩個 寫這兩個 然後寫回自己的名字 不是你的真名 是在第二版的situation 說你叫什麼名字 ok 就是那個名字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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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是我們怎樣去答一個part B 所謂的data file task 怎樣去寫一篇文章 ok 那今天呢 其實主要呢 是真的講了一個框框 ok 真的講了一個框框 那 跟著去怎樣找Points 其實剛才聽的那部份 其實因為 小小技術的問題 我盡快 這一兩天呢 我會研究好這個新的Google Classroom 那個Google Meet 究竟 所有的制是怎樣的 ok 因為 其實都很久沒有做過網課了 ok 還有它又更新了 整個Google Meet 其實版面都不同了 ok 所以 都要少少時間給我去摸熟 ok 不好意思先 ok 好了 下一堂呢 想你呢 就記住功課 就是做這三個task ok 一樣一句 如果你已經覺得這些是 我都認識的了 我想做B2 歡迎你做B2 然後交給我 OK OK